大家好 我是大伟 如果你的眼睛经常模模糊糊 里面感觉干涩发痒 特别是对着电脑屏幕或者书上 看一会儿以后 你的眼睛里面容易流泪 那么今天我会分享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动作 这个动作来自于道家 我们称之为道家的开天幕 跟着我可以坐上一遍 坐完以后你会感觉你的眼睛一睁开 明显的眼前营亮 而且整个眼睛会感觉特别的舒服 好了 咱们话也不多说 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 大家如果做完以后感觉眼睛明亮了 有用的 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两个字 好 我们现在来开始讲解动作 咱们这个动作一共分为两个步骤 一个是放松 一个是断念 首先我们先来讲放松 大家注意看我的食指 顺着我的鼻翼内侧往上推 推到最顶端的时候 触及到哪里呢 我的一个肋眼眶这个位置 大家注意看这个点啊 我往上去顶 怎么顶也顶不动了 就是这个内侧的脚啊 非常的重要啊 我们用我们大拇指的指腹 你看就这样啊 推上去 就这样点上去啊 然后呢 始终是往上发力的啊 然后我们用上大概两分力左右 眼睛闭上啊 现在我的右眼 你会感觉啊 有一些酸酸的 有一些胀胀的 有些朋友比较敏感的 还会感觉自己的眼睛里面有一些痒痒的感觉 这些都是正常的 我们去点上时间不要长 10秒钟到15秒钟 好 松开以后我们来感受一下 你会发现你整个眼睛 包括你眨眼睛的感觉都变得轻松了 而且呢 眼睛明显看东西 进光量增加了 眼前一亮 好 这个是头 还有一个尾 尾是哪里呢 你看就是在这啊 我们的眼角啊 这个位置 眼角这个位置呢 我们去点怎么点呢啊 不是这样去点啊 记住了 是这样啊 这样去点 注意看我的发力方向很有讲究啊 你如果是这样去点的话啊 就错了啊 一定是我们往我们的内侧看 点在我们的眼角 好 点上去以后啊 轻轻的啊 往内 往内发力 也是依然保持一个啊 10秒钟到15秒钟 咱们在这里啊 是给大家演示 大家自己做的时候是怎么做呢 是这样的啊 你看 大拇指和我们的中指啊 一起按住我们两侧的眼尾 按住了以后 向内微微发个两分力就可以了 在这里演示 我为了让大家看清楚啊 我是这样做的啊 好 做完以后再睁开眼睛 哎 你会发现这个眼睛啊更亮了啊 这个是今天教大家的一个眼部放松 像我们平常啊 看书时间久了 看电脑时间屏幕时间久了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动作 好了 第二个呢 是锻念我们眼部 类测一些精密的一些小的一些肌肉群体啊 这些肌肉群体呢 就相当于我们相机的一个变焦一样啊 它控制我们整个视距 比如说你往远处看 往近处看 它都是靠我们里面的一些精密的结状机啊 那么这些精密的结状机 它非常重要啊 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给它锻炼 怎么锻炼呢 分享一个啊 非常好的动作啊 眼睛闭上 闭上了以后呢 你看 我可以在我的手指前面 成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啊 就是放在我们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面啊 就这里 你看 我虽然眼睛闭着 但是我能轻易的去指到我的大拇指 指到我的指甲盖 为什么呢 因为你在眼睛闭上的时候 它其实呢 你手上会给我们的头脑当中有一个感知 我们要在眼睛闭上的时候 把你手上整体的一个形状 通过牢补给它呈现出来 就是你能感觉到 虽然眼睛闭上我们看不见 但是你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存在 把你所有的注意力啊 通过我们的眼睛 集中在我们大拇指的指甲盖上面 就这样啊 大家看一下就这样 感受 找一下我讲的这种感觉 眼睛闭上 你集中你的注意力 你会发现你能看见它 这个时候就对了 把你的点集中在我们的指甲盖上 然后呢往内 慢慢的往内的时候 你要感觉它的指甲盖是什么样子啊 你用眼睛去看啊 这个看是双引号的 然后来往远 能感觉到它的一个变化 再往内 再往远 好 再往内 慢慢的啊 每一下 如果说你在往远的时候突然拖针呢 就比如说你往远突然一下子 你感知不到了 这个画面突然一闪中断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重新把这个动作做慢一些 慢慢念一念 你就能感觉到你手在眼前的一个变化 它是不断变化的啊 也不会中断 你的眼睛能够感知到它啊 其实在我们一远一近的拉近当中啊 都是靠着我们的整个集中力去大幅度的去调节了我们眼睛内部的这些精密的一些肌肉群体 有很多朋友去说 那我如果不这样去做 我就手这样去看 可以吗 首先第一个啊 手这样去看和我们眼睛闭上 它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手这样你去做 你的眼珠会随着转动 同时眼睛会花 但是我们眼睛闭上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今天这个方法就分享给大家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如果感觉这个动作好 对你有帮助 一定要记得把动作收藏下来 以免以后想想看 看不到了 同时把这个视频转发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我是大为 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大家记住了 没有点关注的 一定要点一波关注 因为在别人那里 或许是不传之谜 在我这里呢 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 谢谢大家